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2016年2月的一天 家住江苏省金湖县的一位老人孙世平 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 有人拿着一张借条跑到他家去 让他赶紧还钱 孙世平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说他对这个借条一无所知 自己并没有欠过别人的钱 可是对方不依不饶 多次找过来 这不 双方还产生了激烈的争吵 争吵中的这名男子名叫管德时 就是来要钱的人 这位老人就是孙世平 那孙世平老人为什么说 你们现在要就跟死人去要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引发双方矛盾的是一笔13万元的债务 但是对于这笔钱 孙世平说他毫不知情 但是管德时说 这个借款是有真凭实据的 管德时找到孙世平拿出一张借条 要求他还钱 这张借条上面写着 金借到管德时现金13万元整 落款是借款人杜仙万 杜仙万是孙世平的账子 但是当孙世平看到这张借条时 他的情绪一下子就爆发了 在孙世平看来 管德时这是在趁火打劫 是在欺负他 因为他的丈夫已经去世 常无对证 而且管德时上门 要求他还钱的时间也很特殊 那天是他丈夫去世后 二期的日子 而且他听了完 早上午来的 我为书一口 说我查了早上晚 管德时也知道孙世平的丈夫刚刚去世 这时候上门催债肯定不合适 但是他也是没办法 因为这事拖得越久就越难以说清 所以他才硬着头皮找上门的 一方手里拿着借条 另一方却矢口否认 说这钱不是他借的 现在孙世平的丈夫已经去世 无法对证了 这事听起来还真是让人有点难办 那么孙世平的丈夫 当初有没有向管德时借过这笔钱 他借这笔钱又是干什么用的呢 孙世平家住金湖县金北镇 原本他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儿子杜泽东高中毕业后 开始到外地打工 现在在上海 人就是打工了 人就是在别的工厂里面 人就是做服装 2004年 儿子杜泽东娶妻生子 婚后他和妻子两个人 用多年打拼攒下的积蓄 在金湖县城买了一套房子 由于杜泽东跟妻子 常年在外打工 孙世平就挑起了 照顾两个孙女的担子 长期居住在县城 孙世平的丈夫杜仙万 则一个人留在乡下 打理着家里的生意 虽说经营方面 偶尔需要资金周转 但收入还算稳定 管德石是饲料经销商 经常挨家挨户的 找养殖户推销饲料 2010年 他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 认识了杜仙万 杜仙万他家有三个小鱼塘 我刚才认识的时候 就是供他鱼饲料的 认识他的 通过生意往来 管德石对杜仙万的印象不错 觉得他厚道本分 平时就是说话各方面都不错 就是明天卖鱼的时候 那时候钱 就是说基本能就是给钱 2015年农历十月的一天 天空下着小雨 杜仙万到县城 跟孙世平一起吃午饭 午饭后 杜仙万便独自一人 回了乡下的家 然后像往常一样 开着再满树的拖拉机 去市场饭树 雨天路滑 在去饭树的路上 杜仙万突然遭遇不测 拖拉机吃饭在东风渣 一个路面上 吃着饭的时候 自己的身体压在手部之下边 鱼子温你 自我马鱼炸了 炸到了头部 最后死亡 事发后的第二天 附近的村民发现情况后 打电话给孙世平 孙世平在得知 丈夫去世的噩耗后 整个人几乎都要崩溃了 他没想到的是 在县城吃的那顿午饭 竟成了他和丈夫杜仙万 共进的最后一顿饭 年仅56岁 杜仙万就这样意外 太身亡了 他的去世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孙世平还沉浸在丧夫的悲痛之中 杜泽东还在忙着处理父亲的后事 这个时候管德石找上门来了 让他们立即还钱 可以想象当时杜家人会有什么样的情绪 那么杜仙万是不是真的向管德石借过钱呢 对于管德石这个人 孙世平并不陌生 丈夫杜仙万在世的时候 管德石是他养殖的三个鱼塘的饲料供应商 但是对于这笔钱 孙世平并不承认 孙世平说 虽然家里的经济由杜仙万掌管 但如果有大的开销 杜仙万一定会跟他及时沟通 十多万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丈夫不会瞒着他偷偷问别人借钱 况且以家里的经济条件 是不会借那么多的钱 儿子杜泽东知道这件事后 也觉得这借条来得蹊跷 据管德石讲 这笔借款确实是杜仙万向他借的 并且亲笔签下了这张借条 他记得当初在给杜仙万提供饲料的时候 有一天杜仙万突然找到他 并提出他儿子想在上海办家服装厂 急需资金周转 想借一笔钱 对于当时的情景 管德石说他记得很清楚 甚至连杜仙万坐在哪个位置 他都记得 当时他到我家时 他做个年炒 我跟我老婆做年炒 地面做的吧 我说没这么多钱 他说你包里是这么多钱 在这里 价二十万块钱 我说没这么多钱 他说那你能不能少几点 七千万借十五万 把我儿子两万度过去 管德石回忆 他当时并不想借钱给杜仙万 因为他们刚认识不久 而且十五万元对他来说是一笔巨款 但是杜仙万的一番话又让他有点动心 我九月一号就给你一分的利息 不会少你钱 我叫儿子只要是货出去了 我就把钱还给你 一分的利息指的是一个月有百分之一的利息 一年十五万光利息就能达到一点八万元 这样的诱惑让管德石心里有些动摇 这时候杜仙万又说 他承诺在九月一日就按时把钱还给管德石 借款人意外死亡 借条真假热争议 人死灾难这个钱不好还你 究竟是欠债不还还是趁火打劫 根本就没见到这一分钱 巨额欠款不知情的一方是否该偿还 适者的借条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管德石说两个人经过商量 管德石同意借给杜仙万十五万元 当时他身上只有十四万元的现金 这钱是他刚收回来的私料款 然后他又去银行取了一万元 把这十五万一次性的交给了杜仙万 并当场让杜仙万写下了一张借条 那么当初这十五万元是不是借给杜仙东办服装厂了呢 对于管德石把钱借给他办厂用的说法 杜仙东坚决予以否认 虽然他的确曾经和亲戚在上海共同开了一家服装厂 但是他否认跟管德石借过钱 也没用过那么多的资金 当时是用了十一万块钱 当当我自己手上有五万 我父亲在我旧家 在我叔叔伯伯家借了几万块钱 给我凑起来的 据杜仙东介绍 服装厂经营期间 因为和亲戚闹了点小矛盾 他就把服装厂盘给了亲戚座 然后还掉了开服装厂借来的钱 杜仙东说 合伙开场没有太大的压力 不需要太多的资金 除此之外 自己借钱办厂的时间 和管德石说的一点都不吻合 时间根本就对不起来 而且日期也对不起来 你这边是什么时候开的厂 由于事情过去太久 管德石说借条 又是在每次还利息时重新打的 最初的那张借条已经不在 所以当初第一次借款的具体日期 他已经不记得了 谢谢他儿子办什么那一年了 他儿子自信 管德石记得是在杜仙曼儿子办厂那一年 把钱借给杜仙曼的 到2014年杜仙曼已经还了2万元的本金 所以他又让杜仙曼重新打了一张13万元的借条 这是他最后一次打的一张借条 上面写的日期是2014年7月22日 但是对于管德石的这种说法 杜则东认为10多万的借款是一笔巨款 这么大的一件事 管德石为什么会记得当初他父亲去找他的情形 却记不住是哪一年哪一天呢 你现在过了四五年了 你说人出现这种意外呢 你开始干嘛的 这个这么长时间你还钱的话 你怎么不找他家属 所以我现在就是怀疑啊 这个条子的真实性 为了证明当时他确实把钱借给了杜仙曼 管德石说 他曾经向他家的邻居王先生打听过杜仙曼的为人 杜仙曼给我同学 人还不错 你借点给他吧 反正你钱存在银行里也存不到这些钱 从邻居们的口中 管德石对杜仙曼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从而决定借钱给他 那么管德石的邻居是否真的了解当时的情况呢 在对管德石邻居的录音采访中 这位邻居讲述了当初的情景 管德石的邻居王先生只知道有借钱这么回事 具体到杜仙曼借了多少 之后又还了多少 他就不清楚了 孙世平否认借款的理由是 借十多万元这么大的事 他作为杜仙曼的妻子都不知道 外人怎么可能清除呢 而且孙世平仔细看了管德石拿出的借条 感觉这张借条有些不对劲 有的先喝一些 先喝的我觉得 我觉得什么 还是酒喝大的 大概酒吃就好不得了 据杜家人讲 杜仙曼生前比较爱喝酒 他们推测 借条极有可能是趁杜仙曼酒后 不清醒当家的 我和杜仙曼在这的时候喜欢喝点酒 而且喝过酒 它就有点乱 因为我们经常不在家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 啥是什么样子 杜仙曼在和管德石沟通交涉的过程中 还起了争执 孙世平甚至说 管德石情绪激动 甚至开始威胁人 情急之下 孙世平说 他赶紧求助娘家人 这才没有造成被打的局面 管德石却说 他从来没有威胁过杜仙的人 我自己要做生意的人 怎么可能打电话威胁他呢 不可能的事情 这情绪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关于这份借条 双方各说各的理 孙世平说 杜仙曼生前从来没有跟家人提起过 有过这么一大笔借款的事情 管德石又偏偏是选择在 杜仙曼去世之后才上门要钱 在孙世平看来 这管德石明显是在趁火打劫 因为杜仙曼生前曾经还出过一次车祸 但是那一次管德石并没有上门讨债 2015年的正月 杜仙曼出过一次车祸 经过及时的抢救和住院治疗 杜仙曼得以康复 杜家人说 杜仙曼住院期间管德石从没有出现过 在杜仙曼住院期间 他说他也多次催促杜仙曼尽快还款 只不过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催要的 管德石回忆说 当时杜仙曼在电话中再一次做出了承诺 管德石回忆说 除了我有一张杜仙曼签名的借条之外 还有一张一万多元的饲料签款 对这笔签款 孙世平也同样觉得蹊跷 但是管德石却坚持说 杜仙曼没有还清过饲料款 不仅如此 杜仙曼原先答应 在9月1日把本金还给他的承诺 也没有兑现 据管德石回忆 杜仙曼借过钱后 按时还了两年的利息三万多元 这也让管德石像吃了定心碗一样放心 但是一段时间后 管德石的生意急需资金周转 这才开始催杜仙曼还钱 我说已经到9月1日好了 我说你必须把那个钱给我 我们按照资料高方式来 他说我家儿子钱也没回来 资金也没回笼 管德石说 关于借款 杜仙曼的家人也都是知情的 意想不到的是 杜仙曼还没有来得及还完钱 就出了意外 好心解了杜仙曼的燃眉之急 杜仙曼不仅没有心存感激 反而翻脸不认账 这让他特别生气 如果按照管德石所讲的这样 那杜仙曼似乎做的确实有些不对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杜仙曼的家人讲 杜仙曼在世的时候 做事很仔细 每一笔账都会记录在册 杜仙曼去世后不久 杜泽东拿着杜仙曼留下的账本 用自己的积蓄 还有杜仙曼遗留下的一万多元钱 挨个还清了账本上的每一笔钱 杜仙曼说 父亲账本上的欠款都及时还清了 可是查来查去 就是没有管德石说的这笔钱 在杜仙曼的银行卡交易记录里 杜泽东发现了父亲给管德石的转账 我在银行卡里查出来 就是去年 就是15年8月8月份 转账给管德石3万5 杜家人一致认为 杜仙曼转给管德石的这笔钱 肯定就是生意往来过程中的饲料款 但是管德石却说这笔钱是利息 管德石说 杜家人是承认欠钱的 现在就是赖着不还 之所以会这么说 是因为自己手上有一份重要的录音 这段录音是管德石录的 为了尽快追回这笔债 管德石在跟杜泽东谈话的过程中 把他们的谈话内容悄悄录了下来 管德石认为杜泽东在这段录音中 承认了是欠他钱的 他觉得有了录音 他很快就能拿到自己的这笔钱 但是杜泽东表示 他在这段录音中 并不是承认他家欠管德石的钱 管德石说 后来他又多次找杜泽东 催他们早日还钱 但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之后呢 我就到厨房里问他 儿子杜泽东嘛 我说这个钱到底怎么弄 他家儿子一直就不肯生 就坐在那里一直就别 一直话都没说 一直到我走的时候 他家儿子就说一直话都没说 他家儿子就说这个钱不好还 因为死鬼都死了 人死在难 这个钱不好还你 婚内一方借款 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这纠缠不清的官司 法院又会如何评判 逝者的借条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多次催药无果的情况下 管德石就把孙世平和杜泽东 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孙世平偿还其丈夫杜仙万 生前所借的13万元 及利息2.6万元 以及饲料欠款1.7万元 2016年4月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期 特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 庭审中 孙世平首先对借条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认为这张借条不是他的丈夫杜仙万所签 那么借条上的笔记究竟是不是杜仙万本人所写呢 被告申请我们也委托进行了司法监定 监定的结论证实借条和欠条上的字就是杜仙万本人所写 所以我们最终认定借条的确是杜仙万本人书写的 那么是具有真实性的 那么孙世平到底该不该对着13万元的借款承担还款责任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孙世平在与杜仙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前后五年在金湖县城服侍孙子 家庭经营活动大多是杜仙万艺人操办 即杜仙万生前从事承包鱼塘养鱼 贩卖树木和农田种植等经营活动 被告孙世平没有参与或进行过问 综上法院认定 杜仙万生前借原告13万元 属其与被告孙世平夫妻共同债务 此外原告管德时认为 被告杜仙东在其父亲杜仙万去世后明确表示 他父亲所借的13万元尤其偿还 那么杜仙东是否该对这笔欠款进行偿还呢 我们对录音内容的仔细的甄别 那么杜仙东在录音当中 并没有明确的对这个偿还期限呀 对还款金额呀 没有一个明确的表示 他是持有一种就保留的 有保留了一种怀疑的态度 2016年12月 江苏省京湖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孙世平偿还原告私料款 17380元 借款111380元 利息8242.12元 以上合计13702.12元 被告杜仙东连带赔偿原告借款 10980元 我母亲一打电话 他就心情很郁闷的那种 你要说是 真的的确欠了这个钱呢 也不谈了 家里用的这个呢 也不说 根本就没见到这一分钱 40万块钱 我收一家子 两三年的生活费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 是中央财经大学的方志平副教授 方老师 我们看到这个借条呢 确实是孙女士的丈夫生前所写的 但是这笔借款呢 孙女士他确实不知道 而且他也没有接触过这笔钱 那这笔钱他到底应不应该还 根据我们婚姻法的规定的话 在婚内一方以个人民借的钱 那么原则上的话 应该是由夫妻双方来还 尤其是借的这个钱 用于了家庭的共同生活 所以的话 这笔钱由夫妻双方来还 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他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那我们再引申开来 比如说婚姻存续期间 夫妻当中的一方 比如说男方 在外面吃喝嫖赌了 吸毒了 或者说他瞒着另一方 恶意的去借一笔钱 然后一离婚 这样一半的债务 就转嫁给对方了吗 那像这样的情况 应该怎么避免呢 我们的婚姻法 1892第24条 是这么说的 就是只要在婚内 你个人民意借的钱 就应该双方来还 所以他采用的是一个时间标准 那这样一个标准的话 有点太僵硬 那么他说了 只有两种情况下 另外一方不用负责 什么情况呢 第一 你能够证明 那个债券人 跟那个夫妻的借钱的那一方 明确约定 这是那个个人债务 或者你证明 你们夫妻双方约定 财产AA制 财产是各自的 债务也是各自的 但是这两种证明 是很难证明成功的 对很难找证据 那么他就没有考虑到 有一些实际上 真的就是个人债务 而不是夫妻双方债务的 这种特别的情形 所以的话 2月28号最高院 专门出了一个补充规定 第一 如果是债主和夫妻一方 串通伪造债务 虚构债务 这种债务的话 那应该是个人债务 跟配偶的另外一方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借的这个钱 是用以违法犯罪活动的 比如说这个吸毒 赌博 还有这个嫖娼等等 这样一些债务 应该都是属于个人债务 配偶另外一方 是不需要来共同偿还的 现在本案当中的双方 这个争执不下 您觉得如果事先 他们做好了这种充分的准备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种官司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因为他们在 只有一个借条 他们用现金做交易 你要用银行转账的话 就没有问题 对吧 它就会有留痕 就会有凭证 就会有证据 还钱的话也同样 最好要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来实现 同时的话 你要拿到这个收条 就是它收到了你的款项的 这样一个收条 收条当中要注明什么呢 收到的是哪一个借款 合同向下的哪一笔钱 一场民间借贷引发的纠纷 给两个家庭都造成了 不同程度的影响 管德时原本是想 从中赚取利息 却险些血本无归 孙世平和杜泽东 在家庭遭遇变故的时候 官司缠身 如今还要面临赔偿 也感到有些委屈 民间借贷 无论是出借人 还是借款人 都要谨慎小心 注意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 保存好相关的证据材料 以充分保障自己的权利 感谢您收看今日说法 感谢方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 松河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明天见